來杯冰冰涼涼的手搖飲 是不少人每天午後的小確幸 台灣手搖飲文明海外日韓 都吹起手搖蜂巢 不過有台灣民眾發現 他們也培養出自己的手搖飲習慣 病人熟練操作 在不碰到吸管的情況下 成功將吸管插進風魔裡 讓一名台灣旅客嘖嘖稱奇 直呼日本服務好周到 在日本喝手搖 幾乎很多店家都會幫客人插吸管 但對國內一般民眾來說 可以接受嗎 台灣手搖飲店 通常店員會在地上飲料的同時 將吸管放在飲料旁邊 讓民眾自取 而在台灣會要求店員 幫忙插吸管的人 真的比較少 但是客人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還是會提供幫助 公司都會提供上課的 就是提升知識 對 因為這有關於食案 所以我們手基本上 是不會碰到吸管 台灣手搖飲店也有共識 幫忙插吸管的方式 和日本一樣以不碰到吸管為主 其實日本的風魔飲料店 幾乎都是從台灣引進 日本人比較不熟悉 加上日式服務精神 連這麼插吸管 都是員工訓練的一環 所以通常日本會主動詢問 要不要幫忙 台灣飲料店則比較不會主動問 我想是因為民族的一個風情 民族的一個文化的關係 基於食案的考量 手搖飲店發展出獨特的全球在地化 也更符合當地的文化風情 華視新聞 方安婷 黃瑞玲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